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塞尔维亚的国事访问 塞尔维亚总统吴七奇8号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之后两人举行会谈 习近平表示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 首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相信这次访问必将开启中赛关系崭新的历史篇章 很高兴再次到访美丽尔友好的塞尔维亚正像于说的 真正看到了塞尔维亚文语 是中国和中国人 不非常疼心 最好 出资一种 这个 登场的 八字 清明深处的 这样的一家 中国的军事部 好 欢迎 我确实是 可以 很难嘛 这次访问 我是周瓦 也是我今年的首次出访 是吗 也是隔八年 我再次访问 塞尔维亚 因为这次访问 我们一致决定将中赛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国的关系 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 一级首个全面战略国 相信这个法律地盘开启 正在关系 新的历史变化 在于武器齐会谈时 习近平指出 武器齐是具有战略视野和历史责任感的杰出政治家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风险挑战 塞尔维亚坚持独立自主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近年来两人多次见面 就事关中赛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问题沟通交流 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而这次访问期间 中赛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和提升 中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新时代中赛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开启中赛关系更加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